我怎麼有一種感覺 國民黨好像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們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國民黨根本就是生長在一個平行時空 另外一個世界 因為它根本就跟台灣的主流名義背道而馳 蔡英文講的東西 他的英文講法是neighbours 他的neighbours又加s 如果照國民黨的這種講法的話 你說鄰國 不能講鄰國的話 他又加s的話 代表中國是分裂 中國現在是十幾個國家嗎 還是中國是只有一個國家而已 國民黨出來講清楚 他的neighbours的s是什麼意思 還是大家英文都把不懂 國中以上都知道 就是出兵 鄰居 所以他講的neighbours是指的是一個多數的neighbours 那個包含日本 韓國 菲律賓等等 包含中國的這所有國家 而且我覺得心不正 然後心數不正的話 就會造成現在這個結果 我都覺得很奇怪 說不管是在這個 中共在講到九二共識的時候 或者是這一次講到復必泰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現在又講到這個鄰國論的時候 國民黨為什麼總是要跳到第一線來 然後扮演這種 不能說白痴 但是就是說 非常奇怪的表忠的這種做法 你不管是什麼樣的議題上面 你都可以來這樣做文章 當然沒有錯 你是不是自己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國家呢 我們就是現在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國家 中國都自己也 連認為自己是一個國家 難道中國他不是國家嗎 中國他們護照的皮是什麼顏色 紅色的嘛 我們是什麼色 綠色的嘛 所以我們不是中國拿自己的護照嗎 本來就是一邊一國的概念嘛 那你過你好好的 我過我好好的 今天就是問題是出在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嘛 想要把我們台灣吃掉嘛 那今天國民黨你不講一句話 然後你跟著每天都跟中國在附和 你到底在附和什麼東西 剛剛講那個復必泰的事情給好 之前都在講說什麼政治因素都沒有什麼北京的介入 這不就是北京介入的最佳證據了嗎 你都看得非常清楚了嗎 你不是說只有你右膝發射的這些相關照片而已 你還這樣子跟中國一起唱和 那你存在著什麼居心嘛 你就在亂台灣嘛 所以我們在講說 國民黨你真的是喔 把他看見了 回到中國大流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中國大陸也有中國國民黨啦 你自己把他 中國大陸還有一個中國國民黨 那就是孫中山的老婆 所留下來的國民黨 那你就回去併怒他那麼國民黨就好了嘛 那讓台灣能夠親近一點嘛 你自己如果不認為他是一個國家的話 或者是怎麼樣的話 那不是跟中國的政策又走 所以你整個跟國際的趨勢 還有你整個在台灣怎麼去立足 完全說不過去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 國民黨到底他的思維 他的邏輯是什麼 那現在剛好又碰到所謂的 黨主席的選舉 江喜成也好 朱立元好 每一個議題都要跳出來 就唱一腳 然後講的東西都亂七八糟 你說什麼跟文化台獨有什麼關係 那蔡英文講的是neighborist neighborist又跟文化台獨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每個東西都要跟台獨掛在一起 那事實上本來就是台獨啦 何必跟你在一般見識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家已經有一個主體性的概念 從1996年台灣的總統開始 直選 臨選之後 然後這時候的國民主權 已經拿到自己的國民手裡了 你今天尊重的 我告訴國民黨 你今天尊重的不是 所謂的民進黨 或是尊重國民黨自己本身 你要尊重的是台灣的選民 你要尊重的是主權在民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說你對這個概念 完全的不清不楚的話 難怪你現在 未來有可能長期在擔任在野黨 所以現在國民黨 如果你真的想重返執政的話 自己好好想一想 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 而且你在台灣不講 不講對這個什麼台灣整體有利的一個話 然後你每天都要蹭北京 然後每天都要去跟北京表忠的話 我相信選民會把你淘汰掉 趙雜芳是不是想要選2024的總統 好像有這樣的意圖對不對 選總統算不算是一個 我們說那種主權的象徵 不然我們選什麼的 還是說在國民黨的世界裡面 你們之前 你就不要派人來選總統 不然你認為自己是什麼 我認為在部分國民黨人的心裡面 可能還認為中華民國 就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 其實涵蓋了整個的中國大陸 這個就是自欺欺人了吧 對 所以我先講 就是我相信他們有些人 內心小宇宙是這樣 所以每次被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一直不願意去碰說 好像講到什麼鄰國 用國這個字就是促進了 增加了兩岸之間的衝突 可是我真的必須講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的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 到今天為止 都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那你為什麼這些人 不願意去批評中國大陸 你現在只認為說 早上講到一個鄰國 你就各自解讀 那個文字上面就開始 因為剛剛我就覺得 我們有點在美日一致的英文教學 你知道嗎 因為前輝一致在強調那個S嘛 S都複數嘛 但你又不信 有些人就說 沒有沒有我看不到複數 我看不到複數 我就只看到一個 就是我認為你就是在講它 那我剛剛強調嘛 就是說對中國大陸來講 國民黨所認為的那個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早就認為它不存在了 你怎麼不去批評中國大陸 就每天在這裡講這些東西 民眾沒辦法接受 原因就很簡單 就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有沒有人要選總統 如果今天這些人的論述 有些人的這個論點 尤其是很偏接的那一種 是成立的話 第一個該道歉的 可能馬英九要先道歉 因為他當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嘛 那你們那些人選立委的 你不也是中華民國的立委嗎 對啊 所以馬英九是台獨啊 國民黨在國會裡面 立委也是台獨啊 這一段時間 國民黨部分的人士 我不敢講 整個國民黨都是這樣 我有國民黨的朋友 看起來是理性 而且他很不爽 就是人家 我要亂講你知道 但問題就在於是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 他們在很多的議題上面 就為了要先罵 罵完了之後發現收不了台 比如說二類裡面 二類有沒有擴大有沒有想 當然可以討論 但是後來發現到 國民黨自己執政的人裡面 搞了一大堆 還有整個二類的 你們造車的人數 比你的線內的公務員還要多 你也不講話了 你現在再回來扯這個 我老實講 兩岸的關係的緊張跟和緩 不是因為什麼鄰國 我要跟鄰國保持關係 就造成兩岸緊張嘛 這兩個字沒有出來之前 老共怎麼對我們的 就你一直不斷的在這上面去 去扯扯扯 扯到最後就變成什麼你知道 如果今天江啟臣說 兩岸的東西是不可以回避的 你要說清楚態度跟立場 請問江啟臣主席 你的兩岸講清楚了嗎 你不過就一個九二共識 要重新檢討你 國民黨內把你罵成什麼樣 你又縮回去 你後來都講說 我這個時間講不清楚 我們就以後也要講清楚 你們自己對於兩岸的這一塊 都是一個混亂的場合 你今天說不行 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混亂 我就要求你要把它講清楚 你沒有得迴避 那我不認為在那一篇的 就尤其剛剛那個文字上面來說 希望跟台灣周邊的國家 保持友好的關係 甚至有互助合作的空間 如果中國大陸願意放下 他現在所有的成績 我們沒有不跟他談 我本身不是民進黨 我都不認為民進黨 在這個階段下面 會覺得說我要去跟中國大陸 全面開幹 然後就是我們要打仗 這樣就代表民進黨好棒 我覺得我沒有認知到 民進黨現在有這個想法 可是一直有人就好把它連結成 就是說不行 兩岸現在搞成這樣 就是誰誰誰在那裡開幹 我就講 沒有這些事情之前 馬英九執政後期的時候 老共怎麼對待你國民黨呢 不然馬英九準備到國外去演講的時候 還自己做一個小指條在那邊講說 你看我都被打了 而且他那時候不是氣噗噗嗎 你國民黨那時候多少人幫他聲援 沒有那叫聲援馬英九 那些人都民進黨 每一分之間 都被捕了 那些人都被捕了 最終的 對 你 我